围着蛋糕 两姐妹和姑姑笑得开心 这个家好久没有这么欢乐了 堆满杂物的客厅 充满美味的房间 马桶不通的厕所 则诚是这个家的模样 过去两姐妹是和奶奶相依为命 奶奶过世后就没有人照顾 住在附近的姑姑也无力改变现况 在学校社工的通报下 此一志工走进了这个家 又是清扫 又是粉刷 还送来二手家具 完工礼策的这一天 在市场做生意的姑姑 是特地赶来说感谢 刚好他们两个真的很幸运 我都碰到你们的爸爸 真的是很感谢 现在不只是居家环境干净 两姐妹有自己的房间 有床 有柜子 更重要有这群慈激阿公阿嬷来相伴 师父 师婆 如果你看这些人关心 以后你们就有很多好多长辈 因为我们都没心疼阿嬷 阿嬷阿嬷什么都没有 没关系我们这里有很多阿嬷 还没告别 姐姐已经在担心 以后还能不能再相见 有家类你放弃了 是 不行 要你们去 他们叫我们老师 离别时再次叮咛 如同自己的孩子 师父 师婆们都祝福你们 有一个新的开始 每天都快快乐乐 健健康 最重要要懂事 要感恩 好不好 好 这张全家福 会让这个家再次有朝气 大约新闻知识美职工黄清风 陈瑶辉台北报道